財政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繼續討論住的問題 公營房屋其實很多朋友都在公營房屋住 亦不應該濫用公營房屋 因為很多有需要的人士都在等上樓 為了打擊公屋濫用的個案 房屋處歷來首次向租戶進行隨機抽查 調查是否擁有本地住宅物業 抽查首批2萬5千個住戶當中 現在有59戶有房產 經調查後要遷租公屋 究竟實際情況 公屋住戶如何看待抽查政策 接下來申報情況 請這位嘉賓和我們聊 房委委員也是公屋聯會總幹事 焦國偉Anthony和我們聊 早安 早安 看回房屋處方面 今年10月起 大家知道收緊了公屋付戶政策 上個月向首批8萬8千名公屋住戶 派發申請表 截至前一收回大約7萬5千份 另外隨機抽養2萬5千戶 初步發現有59個家庭 有成員持有本地物業 截至今年的11月 儲方已經收到差不多2千個單位 貼近上年到全年的水平 想問一問 其實你們了解公屋居民 對於這個制度或申報上 其實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政策公佈到目前來看 就似乎都收不到太多公屋住戶 對於審查有物業 或者會不會是一些 反應就不算太過熱烈 或者是擔心的 因為始終我相信 剛才那個數字都說了 其實就算說2萬5千個的查 當中大概都說的是0.2%的比例 如果你回覆審 假設是全國同委會有80萬個儲戶 這樣計算的話 可能影響的面 或者數量上 應該就不算太多人 但是全港去查一查 就熬了幾下個單位出來 其實是不是還涉及內地物業的情況 是不是還未全面浮現呢 看得到處鎮都說到 也有這些個案舉報之後 都主動去調查 譬如說出信給內地一些機構提案 都有證實到一些個案 是有瞞報一些內地的住宅 或者是一些商業設施的價值 因為本身內地有些資料 都是當一個資產計算的情況 這裏我相信都是給過去的力度是大的 特別剛才說到可能是 在這次來說 住戶要簽一個所謂的聲明書 亦都受益給房署 可以在不同的機構 可以去查相關的資料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當然雖然數量上 似乎不是太多也好 但是大家都不會反對 這些公屋資源應該是善用 或者不要是難用的情況 我想問一下現在申報 其實也可能有些虛報的情況出現 是否政府也有需要去建立一個系統 透過一些土地註冊方面的數據去查核 又或者昨天署長也有說 舉報也有了打擊濫用這個公屋 其實對於舉報機制 甚至可能會否考慮給市民 可能是一些好市民獎 甚至可能給一些誘引給市民 去做一些舉報行動 這些其實是怎樣看的 現時也有些舉報機制 譬如說可以透過在一些網上招交表 或者去屋村辦事處等等 可以做一些懷疑個案 例如臨工屋 或者一些去報資產 或者一些合適一些 可以去舉報的 你說是去到一些 設了一些獎禮 這個我也不反對的 當然也要很小心 因為始終相見很同住 有些住戶鄰居 即是隔離左右 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家庭關係 會不會擔心 我純粹擔心是會不會 但身邊的居民可能會更加清楚 那些住戶 日常的出入 或者是居住的狀況 都明確 始終收過主任 去到家庭 始終都是有限 有些是誇張得不是自己住之餘 就放租給別人 就不是說放租給朋友 去整天擺上租房平台 一晚一晚地租出去 那這些是左輪流利 很容易拆息到 每天都拖劫進來的人都不同 可以向處方反映這個情況 搞不搞有親戚來探訪 這是合理 但你說不是啊 經常幾個月都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放在平台裡賣 那處方就說自己會主動 上租房平台放射 那有沒有效果呢 過去為什麼又不放呢 其實看到過去也有 在疫情之前 也看到一些個案 都有出租房間的平台 都有這些打擊的情況 甚至乎我相信除了住戶之外 我想更加容易察覺 就是可能在保安園等等 其實他們都很了解 就是這個大廈裡面 可能見面的居民 住戶的情況 是的他們很了解 因為你見到他 可能他未必經常都很陌生 帶著一些行李箱的話 我相信這些他都會察覺到 是不是比較 不是經常在那裡住的人呢 那我想方方面面 我相信房署應該會掌握 這些運作呢 其實目的就是想達到 那個單位不要去濫用 或者做一些不當的行為 因為公屋資源其實也有限 希望幫到有需要的人 但是現在其實在輪候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接下來應該在這個月左右 應該就是公佈那個新的輪候時間 因為說今年六六月份的時間 就是九月份的數字 什麼都快將公佈的 目前都來講是5.3年 距離那個高峰位 都是附落了一些 0.8年的時間 那加上今年的宣布局 都提了未來這10年的建屋 都比過去都高的 那我相信透過剛才所說的一些 就是打擊暗房屋 或者公佈的話 我相信接下來 是一個的公佈 或者是居住的情況 應該都會朝著好的方面 剛才說到回收單位 一些的數字 應該比過去都高的 那我相信應該都是 給多個信息給大家 就不要或者是 隨便想到公佈的情況 這個都是最重要的 善良資源 今天我們先跟Anthony焦國偉 聊到這裡 謝謝你